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刘云秀 新闻头条正来关心 这是二十八是台湾历史上这个重要的日子 为了凝聚在美台湾人的意识 大洛杉矶台湾会馆二十八筹备委员会 召集了这纪念筹备会 向公众宣布关于二十八七二周年的纪念活动详细讯息 大洛杉矶台湾会馆希望通过今年的系列活动 让第二代的台美人了解台湾 并且对身为台美人的身份产生认同 2019年的纪念活动以二十八征文活动为主 比赛分为高中组和大学组 要参与者抒发自己的观点 珍惜上一代为民主公益做出的牺牲 征文收件的截止日期在2月21号 并且于2月23号在台湾会馆举办纪念会时颁奖 为了鼓励年轻家庭来认识二十八事件 纪念会同时安排了儿童认识二十八台湾工作坊 以做游戏说故事的方式 介绍台湾历史给小朋友们 除此之外还会搭配读书会 网络平台 研讨会等不同媒介 向公众深入浅出地介绍二十八事件 我是希望说用正面的来看 往前走大家能够更团结 大家能够建设一个更好的台湾 而不是永远去记得这个深仇大恨 对我们年轻人 我们的第二代对台湾的认同 的identity 我相信这是我们应该去帮助他们去了解的 我们会馆在这方面做得非常的好 不但是把这些历史的史料把它放成英文 同时呢在活动的这个主体性方面 也邀请了我们的年轻人一代来参与 让我们凝聚更多对台湾的支持的力量 让我们的第二代第三代能够记住这一段历史 然后能够也让主流社会也知道以后呢 我们希望能够往前看 然后透过和解来团结在一起 这是非常重要的 2月23号下午2点到3点 台湾会馆合唱团将在纪念会上演唱 并且联手女高音谢梦杰 在肃穆庄严的氛围中 以歌声纪念台湾228国伤日72周年 2月28号台湾人联合基金会和优社共同筹划 228台湾人心灵日纪念音乐会 将于晚上七点半在Arcadia Community Church 邀请多位年轻的音乐家为民众免费演出 缅怀历史为台湾祈福 如果民众想要了解更多 关于228系列活动的详细信息 您可以拨打台湾会馆的热线电话进行了解 中期频道采访报道